各位記者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我相信大家都見到政府今天較早時候的新聞公布 今天早上我就正式向行政長官請辭 我明天就會開始休假 我的政治助理也都已經在今天向行政長官請辭 我首先就要感謝中央政府一直以來對我的信任 鼓勵和支持 讓我有機會在不同的崗位服務香港社會 服務香港的市民 亦都可以為香港和國家的長遠法治出一分力 我亦都要多謝行政長官和問責團隊的同事 感謝他們在過去四年半的支持 讓我可以順利地做好財政司司長的工作 我亦都要多謝兩位前任的行政長官 董先生在1999年提名我出任海關關長 這個是我第一個主要官員的職位 曾先生在2007年提名我出任財政司司長 我在這個崗位服務超過了九年 是我34年公務生涯之中年期最長的職位 亦都是最難忘的九年 我多謝他們兩位對我的信任 我亦要多謝所有的公務員同事 包括已經退休的同事 香港的公務員團隊是中立高校優秀的團隊 近年社會的環境不同了 政府的工作亦都越來越困難 我感謝所有同事頂住壓力做好工作 他們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 最後我亦都想多謝所有香港的市民 大家都知道我在1982年 同家人是回流回香港 加入政府的工作 見證香港回歸祖國 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能夠在最前線 見證香港每一個重要的時刻 是我一生人中最大的光榮 各位 我知道大家都會很關心 我是否會參選這個問題 正如我之前和大家所說 參選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我會在未來這段時間 盡快作出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到時我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由於我現在仍然是財政司司長 我很抱歉我今天不能夠說 不能夠說得太多 多謝各位